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对付我 或者把我撤换了 我就加班加点地学习制图 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也常常跟进各小组的学习进度和做图情况 发现偏差及时帮助辅导弟兄姊妹 到了2021年 因为福音工作越来越忙 再加上我对各项工作已经熟悉 带领就不像起初那样跟进得那么紧了 刚开始我还常常提醒自己 不管有没有人跟进监督我的工作 我都要把本分尽好 不能偷奸耍滑 应付糊弄 可是一段时间后 我看到组里的工作比较多 每项工作出现问题 都要花时间和精力解决 我就感到有些劳累了 心想 现在带领监督跟进我的工作 也没那么紧了 做得好了 没有多少人能看到 做得不好 也没有人责怪 我还是别太累着自己了 反正偷点来也没人知道 何必受那么多的苦呢 之后我跟进组里的工作 就有些松懈了 从一周过问一次 变成两三周过问一次 另外我知道组内的业务学习 果效不好 有时制定的学习方向还有偏差 不符合多数人的需要 学习之后也没有什么明显长进 但我不想花时间解决 就把问题退给组长 让他跟进解决 没想到组长说 这段时间 你很少顾问业务学习的情况 我也缺少负担 才导致小组的学习 没达到好的国效 弟兄姊妹也没多大涨劲 我当时还在心里奖礼 我这不也是在跟进吗 小组的学习国效不明显 还是你这个组长负主要责任 我就随口说了句 那我们一起扭转进入吧 便敷衍过去了 后来我又陆续发现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就想阻止一次工作总结 可是一想到总结工作 需要了解弟兄姊妹在业务上的难处和偏差 还要花心思琢磨改进的方向和路途 也挺劳心费身的 还是别总结了吧 反正也没人顾问这事 做了也没人知道 就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 看着弟兄姊妹做途中出现的问题没有改善 我心里有些受责备 我已经发现了问题 却嫌麻烦不去解决 我这是应付糊弄不做实际工作呀 我意识到自己这段时间的情形不对了 就找了相关的神话语来看 全能神说 应付糊弄这是尽本分的大计 你总应付糊弄就没法达到合格尽本分 要想中心尽本分 首先得解决应付糊弄的问题 只要发现有应付糊弄的现象 就得及时扭转 如果稀里糊涂 总也发现不了问题 总是应付糊弄 走形式走过程 那就没法尽好本分了 所以尽本分必须得用心才行 人尽本分的机会难得 神给人的机会 人如果抓不住 那就流失了 以后再想找这样的机会 可能就没有了 神的做工不等人 尽本分的机会也不等人 现在尽本分的机会不多 你得把握好 临到本分正是需要你出力的时候 这是你奉献自己 为神花费 需要付代价的时候 你别保留 别藏心眼 别留余地 留后路 你留余地 耍心眼 偷奸耍滑 工作肯定做不好 如果你说 谁都没发现我偷奸耍滑 这可太好了 这是什么思想 你认为把人糊弄过去了 把神也糊弄了 事实上 神知不知道 神知道 其实任何人与你相处时间长了 都会发现你的败坏 你的丑恶 只是嘴上不明说罢了 背后心里都有评价 有许多人被显明淘汰 就是因为了解他的人多了 人都看透他的实质了 就把他揭露出来 踢出去了 所以 不管人追不追求真理 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尽好本分 都应该凭良心 办点实事 虽然你有缺点 但在尽本分上 还能达到果效 这就不至于被淘汰了 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错 绝对不会被淘汰 还是不反省认识自己 还是不务正业 一直应付糊弄 等神选民实在看不下眼的时候 就把你揭露出来了 你就该被淘汰了 因为人都看透你了 你把自己的尊严 人格丢尽了 人都不信任你 神还能信任你吗 神见察人心肺腑 绝对不会信任这样的人 阿们 阿们 神的话说的就是我的情形 我对待本分就是这样 有人看着我就多十点进 没人看着我就偷钱耍滑 应付糊弄了 回想 以前带领经常跟进我的工作 我怕不做实际工作被带领撤换 尽本分就比较积极 经常跟进各小组的业务学习 也常常指点帮助弟兄姊妹 改善做图的效果 但当带领不常跟进我的工作时 我就开始糊弄应付了 觉得即使偷点懒 也没人知道 我的脸面地位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所以我就不再跟进监督工作 也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导致弟兄姊妹 尽本分皮皮踏踏 问题不断 组长提醒我 组里出现问题 和我很少过问工作有关 我不但不反省自己 还把问题推给组长 埋怨是他尽本分应付糊弄 我真是没有理智啊 我对待本分 藏奸耍滑 能省点力就省点力 能偷点懒就偷点懒 不把教会工作当回事 即使眼前我把带领蒙蔽过去了 但神剑查一切 我欺骗不了神 我要是再这么糊弄下去 不但把人格尊严完美了 迟早也会因为不做实际工作 被显明被撤换 这是我才意识到 尽本分应付糊弄的后果 竟然这么严重 是 我也有这种表现 刚才听你这么交通 我也意识到 这样尽本分 确实是应付糊弄搞欺骗呀 你当时是怎么扭转 这种情形的呀 之后我要看了神的话 全能神说 什么叫守住本分呢 就是无论临到什么难处 不料挑子 不当逃兵 不推脱责任 尽上自己的所能 这叫守住本分 这叫守住本分 比如 安排你做一件事 没人看着 也没人督促 你怎么做是守住本分 接受神检查 这是第一步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还要做到尽心尽意 怎么做能达到尽心尽意呢 就得接受真理 实行真理了 就是不管神怎么要求的 都得接受 都得顺服 就得把尽本分 当成自己的事去做 不用人管着 不用人总看着 把关 督促 监督 甚至对付修理 你心里得想 尽这个本分 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分内的事 既然把这事交给我了 原则也告诉我了 我也掌握了 我就埋头一个劲地去做 尽上我的所能 把这事办好 什么时候有人喊停 我在停 不说停 我就一直这样做着 这叫尽心尽意 守住本分 这就是人该有的样式 那人得具备什么 才能做到 尽心尽意 守住本分 首先得有受造之物 该有的良心 这是最低标准 另外还得有忠心 作为一个人 接受神的托付 得有忠心 得对神忠心不二 不能三心二意 不负责任 凭兴趣 凭心情办事 这就不行 这没有忠心 忠心指什么 就是尽本分 不受心情 环境 人事物的影响与 辖制 你心里得想 我从神领受 这个托付 神交给我了 这是我该做的 我就当成 自己的事做 怎么做果效 要好就怎么做 满足神要紧 你有这样的情形 这就不只是 受良心支配了 这里面有忠心 如果只满足于 把事办成 不求效率 不求果效 觉得尽力就行了 这只是良心标准 算不上忠心 对神有忠心 这个要求标准 比良心标准 就高一些 这就不是 只尽力就行了 还得尽心 心里总得把本分 当成自己分内的事 对这是有负担 稍微有一点差错 或者应付互弄的情形 就受责备 觉得不能这么做人 太亏欠神了 真有理智的人 尽本分 不管有没有人 看着管着 都能当成 自己分内的事去做 不管神是否喜悦他 对他如何 他都严格要求自己 尽好本分 完成神的托付 这叫忠心 这是不是 比良心标准高了 良心标准 很多时候 会受一些 外面的事影响 或者只是尽力 就完事了 纯洁度 没那么高 但提到忠心 能忠心地 守住本分 这个纯洁度就高了 就不是指出力的事了 这就需要你 全心全意 全身心地 投入到本分中 为尽好本分 有时候肉体 就得受点苦 就得付点代价 把心思 都用在尽本分上 不管临到什么环境 尽本分都不受影响 不被耽误 让神满意 这就需要能付代价 肉体家庭 个人的私事 个人的利益 都得撇弃 还有自己的虚荣 脸面 情感 肉体享受 甚至青春年华 婚姻 前途 命运 等等 这些 都得放下 都得撇弃 甘心尽好本分 这就达到忠心了 这样活着 就有人样了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我感到很蒙羞 以前我一直觉得 自己尽本分 能受苦付代价 现在借着环境显明 才看到自己 以往的忠心 都是假象 那是因为 有人跟进监督 我的工作 我怕进不好本分 会临到修理对付 甚至撤换 为了保全自己 才勉强有的忠心 一旦没人检查 跟进我的工作 我就开始应付糊弄 偷奸耍滑了 真正对本分 有忠心的人 他把本分 当成自己的责任 尽本分 能够接受神的检查 无论周围 环境怎么变化 有没有人 监督跟进他的工作 他都能尽心尽意地 把工作做好 虽然戴琳 现在比较少 跟进我的工作 但这样的环境 对我正是个考验 我不能再 因父糊弄了 我得接受神的检查 尽上自己的责任 把这项工作 真正地担起来 阿门 想到现在各小组 都存在一些问题 弟兄姊妹的 长进也不明显 我得尽快组织大家 总结偏差 交流好的实行路途 这样弟兄姊妹的 业务水平提高了 尽本分才能达到 更好的果效 是 随后我就了解了 组长的实际难处 总结各自看到的问题 和解决的路途 也找了有经验的弟兄姊妹 一起参与聚会总结 大家都说 这样总结挺好的 有些收获 之后我也及时地 跟进了解各组的工作 发现偏差及时扭转 工作的果效 比之前也好了一些 感谢沈 经历了那次的环境 我对待本分的态度 有些扭转了 可是我的败坏性情 根深蒂固 一段时间后 我又老病重犯了 2021年9月 教会安排我 做教官工作的负责人 当时我也立心志 要把这个本分尽好 就努力地 熟悉了解工作细节 学习相关业务 常常熬夜到很晚 由于我之前 没有负责过这项工作 熟悉了几天后 有些工作 还是摸不着头绪 我就感到压力很大 担心带领来了解工作时 我什么都回答不上来 那带领会怎么看我 会不会觉得 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呢 想到这儿 我就更加努力地 熟悉工作 学习业务 之后带领来了解工作 他知道我刚接手这个工作 就只是嘱咐我 尽快熟悉各项工作 并没有责怪我果效不好 我心里好像一块 大石头落地了一样 认为带领对我的要求 也不是很高 那我也不用那么 着急熟悉工作了 这段时间也挺劳累 接下来我可以放松放松了 之后我就不再着急 了解各组的工作 也不注重装备原则了 就想着参与工作时 再慢慢了解学习就行 空闲时间我就听听诗歌 甚至找一些外邦有趣的小视频 来放松自己 后来带领陆续发现 我负责的几个组长 不做实际工作 耽误了教会工作 而这些问题 我居然都不知道 而前那段时间工作的果效不好 我也不用心做梦问题出在哪 也不向其他弟兄姊妹寻求 导致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没过多久 我已经始终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被撤换了 当时我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有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虽然带领队我说 我是因着胜任不了这项工作 才被撤换的 但我心里清楚 这几个月 我尽本分应付糊弄 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的确是该被撤换 想到这儿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看到神的话说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 这是太重要了 这可是严重的事 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 你不配活在神面前 应该接受惩罚了 神对人的托付 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 这是人最高的职责 跟生命一样重要 你如果对神的托付 掉以轻心 那你就是最严重的 背叛神 这就比犹大更可悲 该受咒诅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 人必须得看透 起码应该明白 神对人有托付 这是神的高台 是神特殊的恩待 这是最荣耀的事 别的什么都能放弃 甚至性命不要 也得完成神的托付 阿们 阿们 传摸着这段神的话 感觉好像神在面对面地揭露我 尤其是看到神说 不配活在神面前 应该接受惩罚了 还有最严重的背叛神 该受咒诅 这些词好像利剑扎在我的心上 我感到很自责难受 想想 教会安排我做负责人 这是给我一个操练的机会 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我应该体贴神的心意 尽上自己的权利 付多少代价 也得把这项本分尽好 可我对待本分 却特别轻慢 为了避免带领了解工作时 自己回答不上来 会被对付甚至撤换 我就格外用心地 熟悉各项工作 可后来看到带领 没有了解得那么细 我就开始钻空子 头肩耍滑 不着急熟悉各组的工作 更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尽本分拖拖拉拉 不紧不慢 尽弹响肉体安逸 我想到同样负责 教惯工作的刘欣 她之前也没有负责过 这项工作 但是她对待本分 一直认真负责 注重了解解决实际问题 两个月后 就能做些实际工作了 可我进这个本分 都三个月了 对各组的工作还不熟悉 甚至连组长不做实际工作 耽误了教官国校 这么严重的问题 也发现不了 我真是严重的失职啊 我吃喝了神那么多的话语 还蒙神高抬 做了负责人 可是我却逮着机会 就偷奸耍滑 不做实际工作 导致教会工作 受到了耽误拦阻 以前我做负责人 就偷奸耍滑 应付糊弄 现在还是老样子 我越想越自责亏欠 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没有把本分尽好 耽误了教会工作 我很后悔 不愿再这样了 神啊 愿你带领我 能从这次的失败中 学到功课 无愿以悔改 临到这事 能寻求真理 繁星认识自己 从中学到功课 吸取失败的教训 这也是好事啊 嗯 之后 我就在心里一遍遍琢磨 为什么我总是身不由己地 糊弄欺骗神 这是受什么支配的 以思灵修时 我看到神的话 嗯 全能神说 尽本分一贯应付糊弄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涉及人性的问题 没有良心 没有人性的人 才能一贯应付糊弄 你们说 一贯应付糊弄的人 可不可靠 太不可靠了 尽本分应付糊弄 就是不负责任的人 做事不负责任 就不是诚实人 就是不可信赖的人 不可信赖的人 无论尽什么本分 都是应付糊弄 因为人品不合格 不喜爱真理 肯定不是诚实人 神对不可信赖的人 能有托付吗 绝对不能 因为神 因为神 见察人心肺腑 绝对不会使用 诡诈人 尽本分 神只祝福 诚实人 只在诚实人 喜爱真理的人 身上做工 凡是诚实人 凡是诡诈人 尽本分 都是人安排的 都是人的错误 好应付糊弄的人 没有良心理智 人性不好 不值得信赖 太不可靠了 尽本分 把一切人都显明了 到底是诚实人 还是诡诈人 只要尽上本分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被显明了 是不是喜爱真理的人 也被显明了 喜爱真理的人 就能真心尽本分 就能维护神家工作 不喜爱真理的人 丝毫不维护神家工作 尽本分 也不负责任 明眼人一看 就明白了 凡是尽不好本分的人 都不是喜爱真理的人 都不是诚实人 都是被显明淘汰的对象 要尽好本分 必须得有责任心 必须得有负担 这样工作 肯定能做好 就怕人没有负担 没有责任心 推一推 动一动 都是应付糊弄 出了问题 还推卸责任 导致问题 迟迟得不到解决 这样还能做好工作吗 这样尽本分 还能有果效吗 无论安排 什么活都不想做 看见别人做事 需要帮忙 也不搭理 只有命令他 他才做点 逼到头上 才不得不做点 这就不是尽本分了 这是故宫啊 故宫给主人干活 就是干一天活 拿一天的工钱 干一个小时活 拿一小时的工钱 就等着拿工钱 干点活 生怕主人没看见 生怕得不着赏赐 总要做面子活 这就是没有中心 阿们 神的话触动了我的心 我认识到 自己尽本分 总是偷奸耍花 根源就是我的性情 太诡诈了 在我看来 那些只知道 埋头苦干 不会为自己考虑的人 是没心眼 太实在 而那些会忙里偷闲 会耍心眼 耍手段 蒙骗别人的人 才是金明人 所以我尽本分 也是这样 带领监督跟进的景点 我就加紧尽本分 一旦没人监督 我就开始探想肉体 该做的工作 也不做了 我这样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把弟兄姊妹都欺骗了 让人认为我挺有负担的 其实我在背后 静谈想肉体安逸 并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我真的是太原话鬼扎了 想想世上的人 他们当着老板的面 假装很能受苦 很卖力地工作 一旦老板不在 就偷懒耍滑 玩手段搞欺骗 他们不讲良心 也不讲人性 唯利是图 我对待本分也是这样 不想着怎么把本分尽好 满足神 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偷奸耍滑干面子活 欺骗糊弄人 在重要工作上玩乎职守 结果给教会工作 造成了拦阻拖延 我这不是在尽本分 就是个故宫效力的 以前我还认为 在背后偷奸耍滑 这样做挺聪明的 现在我才看到 鬼扎人并不是聪明 而是卑鄙愚蠢 凭诡诈性情尽本分 只能让我越来越圆滑 越来越背逆抵挡神 失去正常人性 这样活着 没有一点人格尊严 如今被撤换 这也是我咎由自取 我要是再不悔改 最终什么本分也尽不好 什么真理也得不着 只能被神显明淘汰 这么交通解剖 我对自己应付糊弄的 实质后果也有些认识了 总耍鬼诈偷奸耍滑 这样早晚会被神咽弃 真是这样啊 尽本分偷奸耍滑 真是坑人害己啊 后来我就针对自己的问题 吃喝神的话 寻求实行了路途 我看到神的话说 人尽本分 其实是在做自己该做的 你如果坐在神前 用心灵和诚实的态度 尽本分顺服神 这态度是不是就端正多了 那怎么把这种态度 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呢 就得把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神这句话 变成你的实际 每当你想应付糊弄的时候 你想耍滑头 想偷懒的时候 你分心想玩的时候 你就琢磨琢磨 我这么做 是不是不值得信赖啊 我这是在用心尽本分吗 这么做 是不是没忠心呢 是不是辜负了神对我的托付啊 就得这么反省自己 如果能认识到自己尽本分 总是应付糊弄 没有忠心 伤了神的心 那应该怎么做呢 你说 这是当时心里觉得有点问题 但没当问题对待 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直到现在 我才认识到 这的确是应付糊弄 没有尽到责任 我真是没有良心理智啊 找出问题了 对自己有点认识了 那就得回转呢 以前尽本分的态度不对 就当额外的活应付应付 没把心用在本分上 再这样应付糊弄 就得祷告神 让神管教 让神责罚 尽本分就得有这样的心智 才能真实地悔改 良心有平安了 对待尽本分的态度转变了 这才是回转了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忍尽本分 应该有一个诚实的态度 只有诚实人 才能忠于神 才值得信任 就像挪亚 她对待神的托付 就有敬畏神的心 有一颗诚实的心 虽然她在建造方舟时 面临很多难处 也很劳累 但是她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不计算得失 而是一心想着 怎么尽快完成神的托付 是 即使没有一个人监督她 她照样能体贴神的心意 一百二十年坚守本分 挪亚才是真正有人性的人 我和挪亚无法相比 但从神的话和挪亚的经历中 我也明白了实行的路途 以后我要用诚实的心来尽本分 在尽本分中常常醒察自己 意识到应付糊弄 就向神祷告 有意识地背叛自己 不管有没有人监督跟进我的工作 我都要接受神的检查 把本分尽好 我也向神祷告 如果我再应付糊弄搞欺骗 愿神责打管教我 后来我就再教会教惯新人 有时组长比较忙 没有跟进我的工作 我还会想要应付糊弄 觉得教惯新人也挺劳累的 解决每个问题 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事了 还得付不少代价 既然组长没有跟进我的工作 那我偷点懒 他们也不知道 我也找时间歇歇吧 新人的问题晚个一两天解决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当我这样想时 马上就意识到 这样的心态不对 即使组长不跟进我的工作 但神见查这一切 我不能再偷见耍花糕欺骗了 我得用常识的心对待本分 尽上自己的权利 于是我就赶紧扶持帮助 不能正常聚会的新人 遇到新人不回复我的信息 我也会尝试用各种方法 联系他们 通过扶持帮助 慢慢地有好多新人 逐渐恢复了正常聚会 我进本分的果效 也比之前好多了 感谢神 这么实行 我感觉很踏实 今后我也愿意 在进本分中 常常省察自己 用心灵和诚实的态度 进好本分 感谢神 感谢神 你这么交通 对我很有帮助 是